智能机电手真的可以替代人手吗 什么 你不信 我还希望能重新拥有一双手 比如说加比较小的豆子 小小的AR眼镜到底能否帮助低视力患者 前面能看见就是模模糊糊的光 你能找到自行车吗现在 不行 寻检机器人真的能解决管狼问题 冒的闷热 缺氧 出电的危险 哪怕是1%的误差率可能也是致命的 有可能造成过热 起火甚至于短路故障 是什么让全场感动不已 佳佳 你往这个方向看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特别感人 投资人又为何激烈争吵 我觉得稍有不妥 我觉得反对他的观点 这科技含量不够吗 信心满满的创业者能否获得投资人的青睐 有可能你一家公司占领所有的市场 我的选择是 更多精彩内容就在本周五 创业英雄会 创业英雄会 汇聚创业理想 欢迎各位来到今晚创业英雄会的现场 我是主陈锦强 我身后的八位投资人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将会对今天的创业项目 展开重重考验 掌声欢迎他们 来隆重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 我们创业英雄会的创投轮值主席 他就是原深创投总裁 资深投资家孙东盛先生 欢迎孙总 创业英雄会栏目 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进步与您同步 大家都知道 手和身体当中的每一个器官 都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 用到手的地方有很多 吃饭 穿衣 看手机 打字等等等等 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 如果有一天 这个器官不太好使了 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有一位创业者 就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来看看科技 是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的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智能机电手 我作为最灵活的机电手 由280多个精密零件组成 可以完成人手90%的功能 我能抬 能扛 能写 能画 还能玩手机 刷朋友圈呢 什么 你不信 让我的好朋友来跟你说说 我有多厉害吧 你把加油 加油 大家好 我是宁华梁 今天带来的项目是智能机电手 这个智能机电手 是我们的团队 用了六年的时间研发出来的 目的是帮助没有手的残疾人 重新创造一双手 那么大部分的甲值 目前都是装饰性的 我们的这一台智能机电手 和它们有一个巨大的差异 其中第一点是智能化 我们在这台手里面 它采用的底层技术 是我们公司自己研发的 机电传感器阵列技术 以及机电信号的人工智能 模式识别技术 那么大家要问 这台手到底是怎么帮助 残疾人来使用的呢 当用户大脑想象 他要做一个动作的时候 他会发送一个指令 一直到达我们的 这个手臂的肌肉里面 我们的传感器 从这个手臂的表皮 获得这些信号 我们称之为机电信号 然后再用我们人工智能的算法 对这些信号进行一个反向的分析 得到这个指令 再加这个指令 发送给这个机电手 由他做出想象的这个动作来 另外 这台手里面内嵌的算法 是一种智能的算法 所以它是具有学习能力的 用户只要愿意花时间教它 它就可以变得更加的聪明 它学习的越多 它对这些信号的理解 就会更加的准确 从而可以更好地帮助用户 完成日常生活中吃饭 喝水 这样的一些动作 大家可以看到这台手 它的外观 它的尺寸 都跟我们正常的人手 是非常接近的 同时它里面有280多个的零件 功能非常的丰富 它的科技感也非常的强 这样的设计 可以非常有效地帮助残疾人 提升它在使用过程中的自信心 这台手的重量也是非常轻的 这台手加上里面的电池 传感器 接受枪 总共的重量大概是在900克左右 这个轻量化的设计 可以有效地帮助 减缓用户在使用中的一个疲劳度 根据残联的统计数据 我们中国目前有接近500万 没有手的人群 但是每年安装甲制的人 只有大概在5万里 并且里面有一大半 还是没有任何功能的 装饰性的甲制 这么低的一个普及率的原因 主要是来自于两方面 一方面目前市场上所有的产品都非常的昂贵 第二 这么昂贵的产品的情况下 它的产品的性能是严重不足的 用户的选择余地非常的少 正对这里面的供需矛盾 我们的团队用了6年的时间 攻克了里面核心的技术 并且在今年的3月份 自弹手目前已经完成了量产 我们的产品在性能上 不输于国内外任何一个同类型的产品 并且在价格上 只有国外同类型产品的三分之一不到 我们公司目前在自弹产品上面 获得授权的专利大概有30多项 其中有6项是核心的发明专利 我们已经帮助了20多位残机人 成功地安装了我们的智能机电手 帮助他们回到了正常人的生活 智能机电手的技术 未来会持续地发展 帮助到更多的残疾人 创造出更多的可能 科技赋能新生 谢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您先生来到我们 创业运行会的舞台 欢迎欢迎 在我的平板电脑上 来输入你今天的融资需求 好 谢谢 好 来告诉我们投资人 和现场的观众 你今天释放的股权比例是 我们今天释放的股权比例是5% 有没有实际应用当中的例子 能让我们看一下 请我们的用户 王超峰先生 来上来帮我们展示 我们的智能机电手 好 有请王先生 有请 大家好 您好 您好 王先生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讲一下 事情的经过是什么样的 1993年我去维修通信线路 被高压电机伤 失去了双手 曾经一度绝望 后来在亲人和战友的帮助下 慢慢学会了做一些事情 现在我儿女双钱很幸福 我还希望能重新拥有一双手 做我喜欢的事 比如摄像 所以您还是有您自己的梦想的 所以您就认识了 倪先生 是吧 这个智能机电手 装到您身上之后 您觉得对生活改善很多吗 在这双手的帮助下 我学会了吃饭 喝水 淋箱子 打电脑 还能骑自行车 能做一些更加细致的工作吗 比如说加比较小的豆子 这个都可以完成吗 我们可以试一下 王先生用的这双筷子 事实上是为了配合我们的 这个机电手专门设计的 他要拿到这个筷子以后 要去瞄准这么小的一个物体 就要求他胳膊的稳定性要很高 那你慢慢来 不着急 不要着急 慢慢来 大家给点掌声 控制这个筷子的开合 他要正确地想象出 我要是闭合还是要打开 我才能让这个手做出这个动作来 这个豆子很小又很硬 而这个筷子也是硬的 这个也对他操作这个筷子 提出了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这也太小了 这好难夹的 成功 非常好 非常好 哇 你也太快了吧 成功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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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还是很困难的 因为无论我们做什么 都永远都替代不了 我们真正的人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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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王先生提到了说 有一个梦想 想摄影 是吗 是 我们现在这个机电手 能做到让使用者自由拍照吗 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能想得到 如果用相机来拍照的话 这是一个左右手 协调工作的过程 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 愿不愿意今天试一下 愿意 好 您先简单地适应一下 先摆一个姿势出来 给我们俩合掌影 我们俩站在中间 这个还没有用机电手 有过拍过照的成功经历 是吧 还没有 好 您听我数三二一 三 二 一 还认识他们吗 超方 因为在这之前 你是不知道这三位 来到我们 《创演英雄会》的舞台的 是吧 是 这是我在空军大连 是一位同学 我叫张道贵 我跟王超峰 是军校的同学 知道王超峰出事之后 我们很想去看他 但是又担心他 给他增加心理负担 最近我们知道了 王超峰又拥有了 一双心的双手 为这个事情 我们感到由衷地开心 和风在这三十年的时间 里遇到这么多困难 为什么不跟班长 不跟兄弟们说说呢 我觉得说了以后 可能让他们更伤心 所以我还是选择独自面对 超峰 作为一等老班长 有很多话 他一直憋掉在心里头 这些年呢 已发生那么多事 遇到那么多困难 已从来没向我们 说过一句话 沾过一张嘴 记住 有兄弟们在 只要以一声令下 我们绝对第一时间 到位 加油 三十年默默关注 守护着那份 战友的尊严 三十年 时刻的等待 只为今天 更好的相聚 谢谢您先生 把这么好的一个 科技的项目 带给了超峰 带给了千千万万 需要他的人 那个项目 到底能不能得到 我们现场观众 和投资人的认可呢 接下来 来进入我们 下一个环节 融资论见 好 现场的各位观众 是不是支持 您先生的这个 创业项目呢 请投票 86%比14% 接下来来问一下 我们创投轮值主席 孙总吧 刚才看的这个过程 我还是很感动 谢谢 因为我们 每一个健全人 都在享受着 科技进步 给我们生活 所带来的改变 今天通过这样一只 神奇的手 也让这个科技之光 造进了这个特殊群体 我想这样一个项目 不仅仅它存在的 很高的一个社会价值 但是它本身 确确实实是一个 科技含量很高的一个项目 一系列的高科技的东西 凝结成了一种神奇的手 我觉得有很高的价值 我相信很多观众 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科技含量 这么高的一个产品 价格贵不贵 是不是每一个需要他的人 都能用得起 这个领域很旧 而且有好东西 但是非常的昂贵 所以我们的初衷 就是为了大大的降低成本 随着我们这个产能提升 加上资本帮助到我们 同时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们的未来的 整个产品的售价 会变得非常的清明 就像一个消费店子一样 刚才说已经有20个用户 已经在用了 那这些用户 在用的时候的话 这个市场的反馈是怎么样 我们这台产品 是今年3月份 完成了整个设计 和这个小规模的量产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退入市场的时候 问题是很多的 我们的团队 就是一直在忙于 解决里面的问题 但是最近这些用户 给我们的 就是说反馈的 这些问题就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猜用户的 反馈里面的话 价格和成本 可能不是他 关注的主要的问题吧 价格是永远的痛 因为餐器人 是一个特殊的人群 由于商产以后 很多是没办法工作的 就是对用户来讲 他的这种有效性 是不是会远远大于 他对这个价格的这种关注 它是同等重要的 价格也很重要 性能也很重要 当然性能是放在一切的 再便宜的产品 如果它性能不行 它依然是没有用的 那其实现在 我就只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售价 身体上有一些残缺的 往往都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 那么如何能 让他们能够买得起 用得上 我觉得这是你的使命 也是我们投资人的 这个一个责任 我来这么回答吧 大概这台手的 国外的同类型产品 没有智能这一个概念的 这台手大概是30万左右 我们的这个手 基本上是在它的 目前是在它的三分之一以内 我们目标是再过两年 我们还有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向降 但今天的确比较困难 因为我们的研发成本 都没有办法去分摊 里面有一些包括电器的采购 目前采用的是国外的产品 它是非常昂贵的 但我把研发成本投入以后 我再去生产 这个成本大概能降到20%左右 这个时候是大大的可以降低的 大家关心它的这个售价问题 那肯定是当前面临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今天在借着这个 我们中央台这个平台 也呼吁我们社会上 有做公益的这些人士 也能够关心这样一些项目 来给它投资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来实现这个做公益的目标 我认为涉及到民生的一个产品 不是光我一个团队 我一个企业能解决的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它肯定需要企业自己努力 解决技术和产品的问题 好 我们再为您先生的努力 坚持和情怀鼓鼓掌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有了你的技术支持 再有了我们各位投资人的 资金上的支持 可能就能把这个事情 做大和做好了 是 是的 来 再给我们投资人说一下 你今天的融资需求 我出版的股权份额是5% 好 您先生的这个融资需求 到底能不能达到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台上的八位投资人 请出价 万荣资本熊卷1100万 新龙脉资本王宇乔1000万 起点创投扎丽1000万 原行资本张志勇500万 麦腾创投于江洪500万 AA加速器吴灵伟500万 一天资本安阳400万 长性资本公普林280万 接下来来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 签约谈判 来 告诉我们的投资人和观众 你的融资需求是 我的融资需求是 我的融资需求是800万人民币 你先做出选择吧 你先要放弃谁 那各位投资人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站在这边呢 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社群 争取到更多的资源 所以呢 我可能只能从中挑选 金额相对比较多的 我先放弃公众 安阳总 吴总 张总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弱势群体的 这样的一个生意 大家到底是怎么来认识的 我们认为就是在这种 小众群体的这个需求上 可能投资人需要有 更长的耐心 如果我们投资的话 我们都不会要求创业者 当期会有多么高的销售额 而是把自己的技术做好 提高自己的这个门槛 作为创业者来看 钱当然是要融 可能背后的资源很重要 我本身就是慈善基金会的 那个理事 就在这个方面 可能会对这些政府啊 等这方面的资源 来共同推动这件事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是一个特定的大市场 有可能你一家公司 占领所有的市场 这个销售的方法 不一定要通过医院等等渠道 我觉得社会的爱心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销售的来源 必要认为在这个阶段 公益能够给你带来特别高的收入 现在把公益作为你的主赛道 来做销售 我觉得可能会给你带来 很大的一个误区的 如果你让我来投你 一个是我会连续地投你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认真的 在保险科技上面的 一个主流投资人 你的商业化跟保险科技的结合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 快速的销售的一个渠道 而不仅仅是靠现在渠道在你的模式 台上这四位投资人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 你的选择是 小杨总 恭喜万荣资本熊俊 太棒了 我主要的工作也是帮这个社群争取更多的资源 他今天的出资额的确也是最高 这是一方面的考虑 另外一方面包括他的一些理念 我觉得是蛮符合的 我太喜欢这个项目 它与科技的完美结合 祝福它 希望这个项目能够给更多的传奇人带来付对 小小的眼镜真可以帮助低势力患者 你现在能看清了吗 现在 不会恶化吗 是什么引发投资人之间的激烈争论 我来纠正你一下 我也不同意安总 八位投资人争论到这种程度 创业者又将怎样扭转局面 我有信心 你的选择是 每个人都有一双眼睛 这双眼睛能让我们看清这个世界 看清五彩缤纷的色彩 但是有一个群体 低势力群体 我刚才说的这些 他们都做不到 他们都看不到 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这红绿灯像天地一样 总是挑战我这微弱的色彩 变变一样 好想有个黑板擦 帮我擦去眼前的遮挡 让我看清红绿灯 红绿灯不管怎样变来变去 我眼中的世界 好像都没有什么区别 每当我努力看清灯的颜色 确定安全 走出去的那一瞬间 灯又变红了 好 这我成功 祝你成功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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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高飞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项目 是低势力注视AR眼镜 刚才小片中呈现的是 四位低势力患者 眼中的事件 从医学上讲 低势力是指用药物 手术或一般艳光配镜 无法改善的视功能障碍 低势力患者是指矫正视力 大于等于0.05 而低于0.3的这部分人群 他们最大的希望 就是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出行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低势力注视AR眼镜 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和增强现实技术 改善低势力患者 视觉能力的一种注视眼镜 它可以有效地帮助 低势力患者 更加自主地生活 综合低势力患者 在出行方面的需求 我们这款眼镜实现了 色彩增强 图像增强 对比度增强 以及图像放大 四大功能 下面 我分别来介绍这款眼镜 在不同应用场景下 对低势力患者的帮助 我们来看第一张图片 是一张昏暗的楼梯 而对于低势力患者而言 楼梯变得模糊不清 几乎成了一个漆黑的平面 这常常因为 他们看不清楚细节 而踩空 摔倒 通过我们的低照度下 色彩增强技术 在低势力患者的眼中 他们可以看到一个 清晰而立体的轮廓 这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有效地帮助 减少 低势力患者出行的安全隐患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张照片 这是常见的 我们等公交车的一个场景 而对于低势力患者而言 他们无法认清楚路牌 也无法看清楚 远处驶来的是几路公交车 通过我们的图像放大技术 可以把远处的文字拉近 放大 通过我们的关键信息提取 可以帮助它认清楚 远处驶来的是几路公交车 我们也针对室内阅读场景 做出了创新 除了传统的文字放大之外 我们这款眼镜可以直接连接到 智能手机上 把手机上的APP 直接投射到眼镜上去 这样低势力患者 他也戴上眼镜 就可以直接进行读书 看3D电影 这大大丰富和便利了 低势力患者的日常生活 我们这款眼镜 拿来和国外的产品 做一个对比 首先在功能方面 我们并不弱于国外的同类产品 同时在本地化服务方面 我们更加有优势 此外 在产品重量方面 整机只有80克 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最值得一提的是价格 我们产品的价格 只有国外同类产品价格的 十分之一 我们公司已经实现了 这款眼镜的 试产 量产 并且在线上进行了销售 量产以来 我们已经完成了 50多万的销售额 这款眼镜也申请了 19项的专利 其中8项专利已经获得授权 不断优化和完善我们这款产品 深耕低势力注视领域 为更多低势力患者 拥有更加自主的生活而努力 谢谢大家 欢迎高飞来到我们 创意英雄会的舞台 欢迎 欢迎 来 现在我的手里的平板电脑上 写上你的融资需求 好 告诉我们现场的各位投资人和观众 你今天出让股权的比例是 我今天出让股权的比例是10% 刚才你也提到了 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尤其是一些低势力患者安全出行 是吧 是的 有实际的案例能够我们操作一下吗 让我们看一看好吗 好的 我们今天也邀请了一位低势力患者 欢迎嘉嘉 高老师好 好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 我叫马嘉嘉 来自甘肃丁西 我是一名中医康复保健专业的学生 也是一名观众视力患者 你能不能简单给我描述一下 你现在站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你现在看到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前面能看见 就是模模糊糊的光 前面的人也都没有看到是吗 看不到 看不到 你平时会自己出门吗 我平时自己不会出门 因为眼睛不方便 出去都是跟朋友一起出去 红绿灯 过马路 坐公交车 都是看不清楚 不方便 我们一会儿模拟一个场景 在路上呢 有很多障碍物 看一下 你自己一个人在出门的时候 什么样 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测试的一个起点 后面呢 有一辆自行车 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得到 这辆自行车 你慢一点啊 你先看一眼前面有没有东西 这是有一个障碍的 你刚才踢到你才感受到是吗 对 你还能看到前面有障碍吗 看不清楚 那你跟着我走 你能找到自行车吗 现在 不行 我们这款眼镜正好是针对他们 管状视力 低视力患者做的一款眼镜 我相信是 对它是有效果的 我请大家戴上这个眼镜 那我给大家介绍 也给家家介绍一下这款眼镜 首先的话 它是可以通过这个遥控器呢 可以去控制不同的这个功能 让低视力患者来使用 我们设计了黑白模式 白黑模式 以及一些这个真彩模式 可以进行一些图像的这个放大 你现在能看清了吗 我现在能看见对面就是 对面有个人 对面有个人 这款低视力注视AR眼镜 究竟对低视力患者的出行 有没有帮助 探测试者马嘉嘉 戴上眼镜后 能否看到自行车 你能看到这些障碍了吗 我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前面有障碍 大家可以戴上眼镜 我们再来试一下 你是看到什么了 我看到垃圾桶 那你躲过去 让过去 看到了什么 看到自行车 刚才佳佳绕过了障碍物 在这之前完全没有看清过吗 因为以前没有看到过 只能看见模糊的影子 今天在我们创英雄会的舞台上 又实现了一个第一次 那有没有你特别想看到的人 我最想看到的是我爷爷 因为从小到大 只是个影子 从来没有看清过 我先不见到这样子 我带你也不想看到 我只能看到你 在这边 还没有看清过 你也不想看到 我没看清过 我怎么看清过 我没看清过 我说你 还没有看清过 我看清过 我看清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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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是不是支持高飞的这个创业项目呢 请投票 89%比11%能告诉我们你们的顾虑是什么吗 低视力患者的眼睛本来就不好 对着屏幕那么久不会恶化吗 眼睛 任何一种电子设备它都有一个建议的一种使用时长 对于我们这款眼镜建议的使用时长是30分钟到40分钟 我们希望低视力患者在使用半个小时之后也能沾下眼镜休息一下 来问一下我们轮值主席孙总吧 孙总您怎么看这个项目 这又是一个有温度有爱的一个项目了 但是也不能仿认它呢从技术从商业角度讲 它是AR的一个新的应用 是的 所以可能后边投资人会关注到这个门槛 那别人做AR的也是很快也可以转到来 但我希望大家都转过来也好 给这边热视人群提供这样好的服务 你这个技术讲到就是说用到AI了 然后也用到AR了 但是我看不出来你在AI方面的话 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技术 我们这款眼镜的话 目前已经可以识别文字 OCR技术TTS技术我们都已经挤承进来了 未来希望它能够识别更多的障碍物 比如说红绿灯 这样可以更好地帮助低视力患者 去对它的生活进行一个辅助 现在有没有分析 目前市场上最核心的竞争对手是谁 你的核心的壁垒是什么 国外的一些产品 在功能方面我们并不弱于它们 那同时的话 我们可以把成本 从国外的五六万块钱人民币 一下子降到七千多块钱人民币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你把你的这个眼镜定义为一个AR眼镜 我觉得稍有不妥 它是依靠里边的液晶 来显示这个物体的颜色和形状 我不想把它定义为或者认为是一种AR的一个产品 内容上从科技含量上来说 貌似挺高 但实际上拆解开来之后 仅仅是一个显示一个识别 我觉得和真正意义上的 给这样的一个低弱视力群体 一个辅助性的东西 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觉得反对它的观点 我觉得AR是现实增强 它这个就是现实增强的一个应用 那你不觉得它更像VR吗 它就是戴着一个眼镜 它实际上透过镜片是看不到物体的 它不是VR 它是AR AR现实增强就是这样 通过前面一个屏幕来增强它的视觉 没有问题 对 我也不同意安总 因为这个东西解决了问题的话 它为什么不是一个好产品呢 但我觉得这个应用方向 其实不应该是重点是在眼镜上 而是说在人体里边 我们用生物芯片的方式 用一种生物识别的方式去来解决 可能这才是未来的一个核心出路 这是另外一个方向 这是一个理想状态 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产品 现在实际上是一个很 就是弃之可惜 但实质又无畏的状态 到怎么去定义它的产品 就是到底它能不能叫眼镜 如果它就像电视一样 实际上对眼睛是有损害的 它本身是一个AR眼镜 其实那个镜片是可以进行更换的 我觉得它是一个好产品 但不一定是个完美的产品 先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 再解决从有到好的问题 谢谢各位的这个建议 我觉得就是说 首先这款产品 评价它好还是不好 首先是它低势力患者 能不能解决低势力患者 真正的这个痛点 现在的话对于市场来说 并不是说我们主动 有意识地去推广 而是更多的低势力患者 来找到我们 目前八位投资人争论到这种程度 是孙总提前想到的吗 刚才佳佳已经表演了 他从来没有看清他爷爷的脸 他今天看清楚了 我觉得这一种需求 就足够他满足了 他确实也是AR应用的一种 购飞这一次出让的股权比例是 我本次的出让股权比例是10% 我们台上八位投资人 接下来到出价环节了 请出价 新龙脉资本王宇乔800万 万荣资本雄俊560万 起点创投扎丽500万 AA加速器吴灵伟500万 一天资本安阳500万 唐兴资本公图林400万 麦腾创投于江洪350万 原行资本张志勇300万 最为创投有点稍微有点低 接下来来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 签约谈判 来 公布一下你的融资需求 我的融资需求是 融资额800万 台上所有的投资人都出价了 没有灭灯 接下来选择权在你 你先想放弃谁 我放弃张总 余总 龚总 吴总 还有安总 目前场上还剩下三位投资人亮灯 高飞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王总 恭喜新鲁曼资本王宇桥进入下一个环节 合作愉快 启咬 回来 回来了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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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这一场下来不容易 是 看到佳佳第一次戴上我们的眼镜 然后看到他爷爷的长相都非常的激动 能让他们有今天这种开心的局面 一直是我们做这款产品的初衷 也是我们的责任 对这个项目 然后给我后面关注它 支持它们的机会 资金困难 创业者做出怎样的惊人举动 家人同意吗 在家里还是挺愧疚的 以机器人代替人工 会获得投资人的认可吗 最核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呢 你独有的而别人做不到的 优势是在哪里 在城市里生活节奏非常的快 车多 人多 楼也多 但是想维持这个城市的正常运转 就离不开我们地下遍布的血管 这个血管究竟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 爸爸上场了 爸爸加油 好 谢谢 好 大家好 我是汤蓬勇 我带来的项目是 城市管廊守卫者 在介绍这个项目之前 我想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城市综合管廊 综合管廊就是城市地下管线的 综合走廊 即在城市地下建立一个隧道空间 将电力 通讯 燃气 挤排水 热力等管线 给予一体 它是保障城市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生命线 那么保障这条生命线的安全 就显得尤为重要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每天都要钻入综合管廊 携带各种探查工具 步行七公里以上 冒着闷热 缺氧 出电的危险 去为这条生命线把脉 监测管廊中是否有漏电 漏水 漏气等现象和问题 虽然他们每天都在辛苦的冒险 但是依然无法避免人为漏简 发现问题也不能准确定位 导致信息上传不及时 如果耽误了宝贵的抢修时间 极有可能造成管廊的瘫痪 因此我产生了 以机器人替代人工巡检的思路 2016年 我和我的团队 开始研发综合管廊巡检机器人 从简单的零件设计 到复杂的软件变成 整个团队耗时两年 终于研制出了一款 令我们稍稍感到满意的 机器人新产品 我们把它叫做大黄蜂 那么它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 外观轻巧 物脏俱全 巡检机器人搭载了五种传感器 可以对管廊内环境的温度 湿度 氧含量 可燃气体 烟感等数据进行探测 同时 它还搭载了 人工智能分析系统 和高清摄像头 它可以提供准确而丰富的监控数据 第二 反应迅速 机器人凭借其搭载的人工智能分析系统 自行就可以判断并上报问题截图 信息传递到控制中心可以做到零延迟 再以短信微信等方式迅速通知抢修人员 第三 定位精确 机器人的定位系统可以把位置误差控制在一厘米范围内 使抢修人员可以迅速准确地找到问题点 从而 节省宝贵的抢修时间 第四 不间断工作 机器人可以进行全天候的询检 获取更多的管狼监控数据 整体提升了管狼运营的安全性 2017年以来 我们的产品在西安地区已经实现了实际应用24公里 累计节约人员开支98万元 探测并有效报警114次 累计巡检里程达到6418公里 三年来 我们实现了1841万的营收 目前 我们已经取得了13项实用新型专利 两项软件铸造权 另有三项发明专利正在申报中 我们的宗旨 专注管狼健康 守卫城市安全 谢谢大家 欢迎唐先生来到我们串鱼球会的舞台 欢迎欢迎 刚才在台下我们的导演跟我说了一个故事 说您为了这个项目压了自己一套房是吗 是的 房子我压了77万 当时项目在运作过程中已经有经济困难 将近半年没有发工资 所以我做了这个决定 也这样做了 现在过来了 想想对家里还是挺愧疚的 现在这个利润能把它再买回来吗 我不想把它买回来了 因为创业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 为你这种精神要鼓鼓掌 爸爸挺不容易的吧 唐先生来 在我的平板电脑上写出你的融资需求 好 发送了 来 告诉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和投资人 你要出让的股权比例是 我今天出让的股权比例是10% 能不能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产品的工作状态和优势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现在用一个移动终端来操控我们目前正在西安 管廊内工作的一台训练机器人 请我的助手把中单送上来 我想请一位投资人上台来操控这台训练机器人 余总 好 首先我介绍一下 这边是机身的操控界面 它包括了实景 大家可以看到管廊内是很阴暗狭小的 我们用机器人训练它 同时机器人搭载的传感器可以显示相关的探测参数 以及它自身的状态 这边是两红外识别界面 是用于发现管廊内异常发热点来探查隐患的 这边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分析界面 它可以发现普通传感器不能发现的问题 所以找余总来是让余总来也发现一下这个问题 对 看来还是有挑战的 就点这个键是吧 好 三 二 一 这还真有挑战了 前面挑战结束 余总看出问题了吗 刚才我看见有个大餐的那个是不是问题啊 是不是问题啊 是吧 对 您操作得非常合理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余总 报警图片已经被上传到后台 我请后台工作人员把报警截图依次上传到大屏 这是第一个报警 叫义无报警 因为管廊中不可能有药箱 被系统识别并以洪框标注 这个是线路异常报警 在洪框处大家可以看到一节扭曲的电缆 这个是用普通传感器没有办法进行识别的 在管廊中有可能造成过热起火甚至于短路故障 这是高温异常报警 这是被系统的远洪外系统自动识别的 管廊内有一个异常的高温点 那个点已经被光标锁定 所以说很多问题不是肉眼就能解决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答案究竟是什么样的 所以这三个判断都是准确的 哦 机器人这就是机器人发现的问题 看来啊这个科技的进步确实能够减少我们的损失 避免我们生活受到影响 好 到底能不能获得我们投资人和我们观众的青睐呢 接下来来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 融资论见 好 现场的各位观众 是不是支持我们汤先生的这个创业项目呢 请投票 76%比24% 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小创哥好吗 小创哥好像也有问题 请投小创哥 小创哥你好 大家好 我来了 好 小创哥你有什么问题 问汤先生吗 一个机器人可以附在多长的巡检距离 一台机器人可以附在三公里的巡检距离 保证每小时能巡检一次 在目前的实际应用中 机器人查找隐患的准确率是多少 我们实测的准确率 人工智能的准确率是89% 回答很好 满意呢 告辞 好 拜拜 我们轮质主席孙小创哥 您怎么看这个项目 用机器人来代替人的巡检 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从我的投资经验来讲 就这个市场的竞争者 不仅仅是你这一家 第二一点呢 可能就是一个市场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组合体里边 你这个商业模式 这个市场开拓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困难 您刚才回答了答案里面 89%的准确率 我觉得还是有些担心 就像医疗一样 就是无人驾驶汽车也是 哪怕是1%的误差率 可能也是致命的 AI软件核心呢 就是有自学系功能 因为它是在定时定段的 管廊力进行巡检 它都会一遍遍地做排查 建立数据库 它的正确率是稳定会提高的 如果要一个系统 达到实用状态的话 它的准确率 必须达到80%上 作为人员巡检来说 它的准确率还达不到 还低于这个 所以它比人已经高了是吧 已经高了 那就OK 你把你的商业模式质检的话 最核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呢 本质上讲 服务才是一切的最核心 我们做管廊运维服务的 这块服务 是能够长久产生 稳定现金流的 再一个就是 我们探测到的数据 将来有很大的 大数据应用的前景 所以说这也是一块服务 巡检机人其实很多的 你独有的 而别人做不到的 优势是在哪里 我们参与制定了相关的 国家标准 有首发的优势 从产品 项目到服务 以及增值服务 我们掌握着 全产业链的技术体系 我们通过人工智能 已经可以进行数据库的组建 而且对外提供数据服务 这一点 你说你主要想推动的是 大数据业务 我想问一下 你主要能够获取的 主要数据是什么 是三块数据 一 我们机器人自身厂家的数据 它的运行数据 它包括了详细的地理信息 我们的定位系统 可以到10毫米 我们把它指标定得非常高 就是为了收集第二部分数据 就是管廊的相关数据 以及内部管线的相关数据 这个数据能够发挥极大作用的 什么价值 比如说在城市规划 电信移动 在进行网络优化的时候 它会用到我这个数据 因为我知道这个城区内 所有光缆的走向 汤先生接下来 再给我们投资人重复一下 你股权出让的份额是 股权出让的份额是10% 好 10%的股权 台上的8位投资人请出价 万荣资本雄俊510万 新龙脉资本王宇乔500万 麦腾创口于江洪500万 AA加速器吴灵伟500万 一天资本安阳400万 长新资本公普林300万 汤先生现在台上还有 六位投资人刘登并且出价了 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你今天的融资需求是 我的融资需求是 我的融资需求是600万 好 600万出让10%的股权 你首先想放弃拿几位 谢谢安总的关注 也感谢工总的关注 谢谢 四位当中选择出一位 你最终的选择是 我最终的选择是 于江洪 于总 恭喜麦腾创投于江洪 进入下一个环节 请签约 你做法真棒 作为一个市政建设 一级建造师创业者 我想借助于人工智能 机器人这样一个技术 在这个行业里边深耕 我想说未来是可惜的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每周五晚 我们的创影英雄会栏目 会准时在财经频道 和各位见面 也期待着每一位 有志的创业者 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 我们会给大家提供 最好的资源和资金的支持 报名方法很简单 除了传统的报名方式之外 还可以扫描 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官方的微信 公众号 动动手指 填上基本的信息 就可以报名了 期待着大家的热情参与 感谢各位收看今晚的节目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创投圈大咖说 投资和服务 哪个更重要 三分投资 七分投资 三分的精力 要做投资 七分的精力 要做服务 就是服务要比投资更重要 尤其对一些创业者来讲 更是如此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 开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